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非常努力 要学习一下中国人的想法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兴趣 如果我有中国朋友过来这 我一定要带他们过来 看一看 大家好 我叫波罗纳 乔文明你们可以叫我罗纳 我今年24岁 我是1999年出生的 我是印尼国籍 高中毕业以后 我选了去中国为大学 在南昌大学 然后因为我 对中国的自己发展也有兴趣 所以我选了 我最少的专业 一个勤奋 感恩 积极向上的印尼女孩 她想靠自己的能力 为家庭 社会 做点贡献 作为华裔 非常感恩母亲 支持她去中国念书 学习了知识 收获了友谊 开阔了眼界 她用自己最美丽的状态 面对生活 在南昌大学 我觉得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中国人也是年轻的 他们非常努力 她非常地勤奋 她们第一个早上 已经去了读书 我们是拔了本财 就上个的 这个对我 非常有时刻 在这个学习中国 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比赛 我非常难忘的 我参加了2019年的 江西山的汉女特赛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首表演 在这个艺术表演 我唱了一首歌 就是中文的 可以唱一唱吗 我爱你救我 我爱你救我 我要把爱好 的青春 献给你我的勇气 我的中国 很想念 很干净我老师们 和朋友们的支持 因为结果 有了他们的支持 结果我得了一登掌的 我希望我们以后 还有机会不会见面 很想你们 罗娜在中国很喜欢看抖音 通过抖音的视频 她去了中国不少城市 用她的话说 媒体是最快最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 每天刷一刷 让我心情愉悦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去了几个地方 我去了上海 还有武汉 还有厦门 去厦门的时候 我还会推荐给你们去那个 古朗语 因为那边很多 经典你们可以去拍个照 我还没有去过 但是我想去江甲街 中国的江甲街 还有北京 河尔边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肯定要去 结下的中国情缘 改变了她择业的标准 独立 自信 自强的她 为自己加油 人生中最好的贵人 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 毕业以后 我现在找在中国企业去工作的 我老板 他们都是中国人 跟他们交流 会比较熟悉下 中国人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 对我每天的工作上 很有很有帮助 在一年 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比较多 我也想用我水倒了这些东西 在工作上用到 罗娜告诉我 有时想念中国的时候 她会和印尼朋友 去雅加达的中国城 走走逛逛吃吃中国美食 这个中国城属于雅加达 北部中高端消费区 在那里有很多华人 开的中餐厅 我们现在来到了 很多印尼的中国人 会过来吃完 聊个送过餐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灯笼 我在做好的时候 春节 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 会看到了几些的 可是它有杭州小文宝 我虽然没有出过杭州 但是这里我可以去得到的 一定要吃杭州 试试杭州的小笼包 中国人不过在中国 或者在国外 都是很努力的人做事情 都有很喜欢的做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五库本 这是一家中餐厅 这个是华人在印尼开的 我们一起看看 这边就是中国城 这边的建筑就是像在中国的西岸 如果我有中国朋友过来这儿 我一定要带他们过来 看一看 很像是一例子 我能带到香港人 我们一起去 看一下 看起来 去 就是 大家 是